我从来是跟中央电视台是没有发生过矛盾的 唯一的一次就是由于赵老师在1999年排练这个老将出马的时候 我得知赵老师身患重病之后 我跟中央电视台剧组春节剧组真的红了一次脸 我就觉得我说你们能不能尊重一下赵老师呢 能不能给赵老师找一个能够休息的地方呢 因为赵老师那时候你像70多岁了 中央电视台所谓的后播厅那就是大走廊嘛 所有的演员全都在那里乱的一塌糊涂 而且赵老师只要一出现蜂拥而至 所有的演员都来找赵老师签名 躲也躲不了是走也走不开 而且呢我跟观众一发脾气 张八就说你不能这样 其实我心里边知道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就跟春节剧组一样 春节说那也没办法 现在我们也没地方啊 最后呢我们也比较是心里对着春节特别 当时是接受不了这事实 就不相信 很多人后来给我打电话 确认呢 因为这消息都出来了 其实这消息当时是我们开会定起来的 说还是不说 这个时候我们说必须得跟社会上的观点交代 然后我当时找到江坤老师 他有昆虫网站 我们那个时候就在网络上开始发布信息 回帖特别多 那个时候其实网络还不很普及 但回帖特别多 有很多人质问 说你们就是不要编瞎话 后来我们再次跟他确认 就说赵老师确实离开我们了 结果后来铺天盖地来的 这么厚啊 这些打印出来 铺天盖地的流言 所有的媒体也都像疯了一样 也很难接受这个事实 因为在这之前 我们一直没有对外界透露任何这方面的消息 赵老师离开咱们可能都有十多年了吧 十二年 十二年了 这十二年里头 呃 龚汉林金珠夫妇每一年都会在赵老师的忌日 去献上菊花 寄托哀思 为什么年年要坚持这么做呢 呃 我跟赵老师合作不仅仅是事业上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像母子之间那种关系 呃 情感真是太深太深了 每年清明节之前 我们俩基本都去记扫一下赵老师的目 清明节前 清明节前一天 因为清明节那天人特别多嘛 我们就提前去一天 呃 去看看赵老师 我一直觉得赵老师真的没离开我 特别是到了春节期间 反而赵老师我们之间见面的机会特别多 电视里边回放回播 都是我跟赵老师演绎的一些作品 不管是荣丝包装 打工奇遇 还是老将出马 包括妈妈的今天就汤哥 等等 其实我跟赵老师合作的这些节目 呃 每每想起来 都觉得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我觉得 组团上春晚和其他的 电视台 所搞的喜剧类的节目 有所不同的就在于 讲究 赵立荣老师当年跟我合作的时候 曾经有一句 有一句话 我铭记至今 他跟我讲 他是汉林 咱们做这一行 要讲究 千万不能将就 讲究和将就 真是质的不同 你们做到了这一点 讲究 而且很文艺 呃 我也我也关注很多喜剧类的节目 因为我就是干喜剧的 说实话 我不是十分的喜欢 有一些喜剧类的栏目 只是追求 无谓的笑声 或者说过分的噱头 我真的不喜欢 我喜欢接地气 有文化底蕴 有知识层面 同时又带有喜剧作品 赵老师非常认我这儿子 更认他这儿媳 我们俩俩相处得非常非常的好 应该说赵老师是从小被抱着就上台演出的 是黎原世家 那我们家呢 我父母是做曲艺这行的 因此我们的一些规矩礼数 都是一样的 赵老师这个人对待艺术就极其认真和苛求的 每年我跟赵老师要合作准备节目的时候 我们会做三个到四个预案 然后由赵妈亲自来选择哪一个更好 就是赵老师永远是追求新的 创新意识极强的一个时尚老人 你看他的节目 从不落后于时代 是紧扣时代的脉搏 而且应该讲 在他从事的艺术领域 不仅仅有了高原 而且还有了高峰 我们下期见